嗨,今天跟我一起来漫步上海滩吧 我们从浦东世博大到南马陀出发 百度过江 不记得上一次做轮渡是什么时候了 支付宝公交刷两元 上船 下午三点半的渡船 人不算多 上楼看看风景 南路线从南浦大桥底下穿过 这里离外滩还远 积木远眺只能看到陆家嘴名盘世毛冰江 烟囱那儿是上海当代艺术馆 行程短暂 不一会儿已经靠岸 十来分钟 轻松过江 从这里开始 往北一路沿江 往外滩的方向步行而去 工作日的下午 这里人烟稀少 阳光正好 慢慢溜达 沿路由饮料贩卖机 渴了扫个码 散步来到董家舵 曾经的老城区正在慢慢形成南外滩新地标 哇 瑋散步来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继续往前 就是老马桶创业园区 白天的老马桶好安静 记得曾经也是网红地标 现在冷清了许多 如果想避开人流 多么清静 可以来这里闲坐 晒晒太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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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江也非常适合骑行 一路看到好些装备漂亮的骑手 沿江步道一路有很多场野 可以随时坐下休息 面江闲坐 免费享受陆家最定机豪宅一流景观 一路上经过好几个渡口 坐这套外滩的复兴路渡口往东昌路 可以远眺路加嘴和外滩的美景 十六铺游船码头停靠着各色浦江游览船 如果时间或者预算有限 那就百度走复兴路渡口 去往浦东东昌路 然后再返回浦溪的金陵东路渡口 只要花上四块钱就能欣赏黄浦江和新段无敌美景 一路上满一路上满 但是,我几个游戏 我们下游戏 鞋子 这一路上满 我记得熟了 一路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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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时分来外摊吧 日落前粉紫色的天空 花灯初上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和日落后五光十色的魔都天际线 是我这个上海人也百看不厌的风景 从十六铺往外摊 便越来越热闹了起来 车流转入延安路 这里曾有上海最美第一弯 可惜多年前被拆除了 傍晚进入下班高峰 车流量慢慢大了起来 双层观光巴士 无疑也是轻松欣赏城市美景的好选择 整点海关的钟声响成外摊 这是什么日节啊 4月9号工作日啊 外摊就是这样 万众瞩目 人山人海 对岸的大屏幕 是浦东美术馆的最美长 日落时分也是美文美幻的存在 你在里面看风景 而外面的人还看里面的你 外摊望北 多久几个就到了外白杜桥 桥里里头是上海大厦 老上海地雕 网红环抱中 垂垂老 上海多元包容 街上时常见到各种各性化装扮 使魔独愈发可爱 乍布桥也是新进网红 过年过节的时候 桥上也是挤满了看风景 下桥 漫步至洛克外摊员 流连于一种历史保护建筑 然后在时髦阳气的甜品店 或咖啡店 喝上一杯 三一碗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散步到半岛酒店的路口 这里有家星巴克甄选 有咖啡有酒 不过这么好的地段 这个点怎么没什么人 兜兜转转 回到人潮涌动的南京东路外滩 路口就是大名鼎鼎的和平饭店 爵士老爷爷们的表演仍在继续 魔都的夜 这才开启 好